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大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这个谜底 那么首先我们看血管疾病呢 就是分为我们知道血管有动脉 静脉 当然还有毛续血管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动脉疾病和静脉疾病 那么在美容疾病里面 这个都有我们再给它粗略地分成两种 我们首先就是说前40分钟里面讲一下动脉疾病 那么动脉疾病呢 我们把它简单分成两类 一个是扩张性的疾病 一种是狭窄性的疾病 那么扩张性的疾病呢 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瘤 那么狭窄性的疾病呢 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狭窄 比如说动脉中央硬化呀 等等啊 那么动脉疾病啊 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动脉瘤的这个 前半节我们讲动脉瘤啊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说动脉瘤啊 动脉瘤最常见的耗发部位是在腹主动脉 也叫做腹主动脉 腹主动脉瘤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我们简称是triple a 三个a在英文里面 当然腹主动脉瘤呢 它是比较好发于老年人 那么它主要的症状呢 就是背后痛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症状了 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我们随着下面我们的内容就讲解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腹主动脉瘤不仅是老年人和背后痛 还有很多很深的知识在里面啊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腹主动脉瘤啊 在这之前呢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腹主动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直径平均是多少 同学们积极回答问题 那个腹主动脉的直径大概多少 你认为那个这位同学你认为你的腹主动脉直径有多少 你有两厘米啊 你有两厘米啊 那女同学呢 这位女同学你的腹主动脉多少 你觉得比他大吗 女性可能会偏小一点 那么正常的这个腹主动脉的这个直径呢 是在1.4和3.0公分啊 那么这位女同学可能比这个男同学可能要稍微细一些啊 那平均是在这个两公分啊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是叫做腹主动脉瘤了 因为他扩张了啊 我们很多病人都以为你告诉他一告诉他说 你有腹主动脉瘤 他首先觉得他绝望了 因为他得了肿瘤 那你要跟病人解释啊 腹主动脉瘤啊 不是肿瘤 他为什么一开始翻译成动脉瘤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你要解释跟病人说 动脉瘤是指主动脉的局部的一个扩张 那么至少是 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腹主动脉是1.5公分 那1.8公分算不算动脉瘤呢 那不算 因为它不到正常直径的1.5倍以上 那只能说一个扩张 那么腹主动脉瘤呢 是指隔肌下的主动脉直径呢 大于正常直径的1.5倍 叫做腹主动脉瘤啊 那腹主动脉瘤是最多见的 是它是位于在肾动脉和腹主动脉分叉之间 这个部位是最好发这个 动脉瘤的这个地方 那么腹主动脉瘤有什么可怕呢 你不是动脉扩张了吗 对吧 那它是很可怕 因为它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它不一定哪天就破了 破了之后呢 就会导致什么 大抽血 大抽血呢 休克 抽血性休克 然后呢 死亡 所以就是说 它而且它的发病率并不低 在西方世界这个发达国家呢 检测的就是说 它在1%到5%的 那个人群里面有这个 它的发病率有这么高 而且它的发生率随着这个 我们吃的这个东西越来高脂肪啊 这个越来越 活动量越减少啊 动脉中药硬化的增加啊 等这些发病率也逐渐增加 比如在美国啊 它一年的新发病率 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我们国家 比它们人口多多了 那么我们每年的增长率会更多 那么它的自然病史呢 如果你不管它 它就是 就像一个 腐术动脉 就像一个 陈旧的 就是说一个老化的皮球一样 然后它到最后 越来越冲水来冲水 那么就破裂 破裂造成了这个死亡 它一旦破裂化 它的死亡率达到90% 当然这跟它的破裂的部位 是有关系的 是往腹毛后破 还是往尤里腹腔里面破 如果一旦尤里腹腔破的话 那基本上 死亡率可以 达到99%了 那么 在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人群里面 好发育肤的动脉瘤 比如说女性比较高兴 因为这个女性生孩子 所以她有些病的 发病率就降低 那么男的发病率是多于女性的 而且它存在的一些种族差异 比如在发达国家 那么检测的 就是百种人的发病率 会比较高一些 它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发病率逐渐增长 五岁以后 它的发病率逐渐增长 那么它是不是很罕见的病 比如说 一年可能我们愿收一个 不是的 你看它在美国 它是死亡原因里面的第13位 但是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疾病 它是一个 还是稍微常见的疾病 只不过以前 在我们国家 因为那时候 这个生活水平都比较低 那么 比如说动脉脂肪 硬化也比较少 或者那时候的检测 检测水平也不高 很多人在家里面突然死亡了 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它这个在我们医院来说 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的腐肋度脉瘤大一年 大概是三四十个病例 那么现在我们一年是一二百个病例 什么因素导致就是说 这个腐肋度脉瘤 这个发病 应该要病人问你 我怎么避免 那么这些是腐肋度脉瘤发病的 高位因素 年龄 随着年纪增大 那么腐肋度脉会扩张 抽烟 所以要宣传戒烟 高血压 那么在高血压的病例里面 要控制血压 有家都市 你的兄弟姐妹里面有 那么你可能换这种力的 腐肋度脉瘤的发病率也会增高 在男性比较常见 但也不是说女性就没有 也有女性的 另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可能因为长期用力 腐压增高等等 还有就是说 它的弹力纤维的发育异常 那么造成腐肋度脉瘤的发生率升高 那么它为什么会发生腐肋度脉瘤 当然就是说 因为它是发生在老年里面 老年比较多 那么它是一个变形性的性变 那么随着老年增多 那么它主动脉里面 它的胶原和弹力纤维会减少 减少了 它弹性就减少了 另外就是说 还有平滑体细胞的凋亡 那么就导致这些纤维细胞的 这个 纤维蛋白的这个生成减少 那么就会导致 动脉的这个扩张 形成瘤 但还有遗传基因的一些改变 有些 那有些老年人他不发病 有些人就有 一些基因的因素也是在里面的 比如纤维蛋白 胶原蛋白这些 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就是 解体组织病 由于遗传基因导致的解体组织病 也是容易发生腹部的动脉瘤 比如说这个像 马凡综合症 还有就是说 还有这种叫 Dallas Iller-Dallas综合症 血管型的 那么这种病人 在年轻的时候就发生动脉瘤 那么像这个 Iller-Dallas综合症的这种病人 他是很难活过45岁的 多说因为太多的 太多的动脉瘤 导致破裂 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亡了 但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感染的创伤 多说会引起一些 假性动脉瘤的发生 那么如果就是说 在动脉瘤的发病机制 还有它的分型上 大家可以参考 去图书馆找一下这些书籍 然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我们讲的腹部动脉瘤 所以我们要看它的临床表现 那么临床表现 它没有破裂的腹部动脉瘤 和破裂的腹部动脉瘤 它的发病 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 那么没有破裂的腹部动脉瘤 往往是没有这个症状的 或者少数患者 因为腹部动脉瘤太大了 那么血流在里面形成团瘤 会造成形成血栓 栓栓太多了 有时候栓子会掉落 然后造成远端的栓子 远端的栓塞 造成远端缺血 那么多数的病人 都是一个无痛性的 波动性的包块 它没有什么不舒服 因为有些病人 每年都做体检 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它这个腹部动脉瘤已经8公分了 比如说这个体检 就是说一定要认真的去做体检 而体检别 问一下病人 开个验单就行了 这算体检 这个不能算 一定要做一个体检 你手放在它肚子上 你把这个病人 它的波动性的包块在这个附近 那么你就可以摸到一个波动性的包块 那么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 也就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 对破裂的腹肚脉瘤呢 那就症状就有了 它一般是突然肚子痛 或者是突然腰背部疼痛 那么出现 那个头晕 休克 有可能出现波动性的包块 但有时候血压太低点摸不到了 有一些这个腹肚脉瘤呢 很多是直到破裂的时候 才诊断出来 而且它的这个 就是一旦破裂的话 它的死亡率也可以高达90% 那么我们怎么能诊断腐术肚脉瘤 一个体检很重要 就是现在我们医生 就因为医疗器械的这个 太发达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忽略了体检 然后那个都是问一下病人 就直接开了很多单 当然开检验单也能发 也能开一些检查 也能发现问题 但是如果你开了检查单 你光开了肺的 或者是做个肝腩一匹 然后没有看到这个腹肚脉瘤 那你还是找不到 就是你开验单的时候 要做个体检 要有目的的去针对它来做这个体检 所以体检非常重要 当你摸到一个波动性包块的时候 你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检查 当然有一些年轻的比较瘦的 摸到这个蹦蹦蹦跳 它不一定是 因为它太瘦的话 它腹肚动脉 波动很有力的话 有时候是一个传导的 或者一些年轻的瘦的 或者是一些恶病值的 然后看起来像是一个波动性的包块 这时候需要鉴别诊断一下 那么超声检查是最简单 最经济的检查方法 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治疗 我们要通过CT动脉噪影 核子共振动脉噪影 甚至就是说 现在我们不大常用了动脉噪影 有创性的动脉噪影 来进一步明确 腹肚动脉瘦的这个轮廓 那么这个是体检 我们看到这是标记的 它这个腹肚动脉的这个 波动的这个范围 那么超声检查呢 是一个最有效的 而且最经济的诊断方法 那么这是一个重歧 这是一个腹肚动脉 这是它的这个指径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 那么看到这是一个横断的前面 这个腹肚动脉的指径就很大了 那么这个就要考虑 它是一个腹肚动脉瘦 那么我们做CT和核子共振 可以描绘出到它这个轮廓 以前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噪影 做动脉噪影 但是很遗憾的说 你看这样大的一个瘤 在这看起来就是很细的 没瘤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周围有血栓 那血栓在做噪影的时候 它不显示出来 只显出来噪影剂的部位 所以你看到这是像一个直的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CTA 或者核子共振的 能描绘出来 它的这个动脉的形象的话呢 那么你就看到这是一个腹肚动脉瘦 那么腹肚动脉瘦 什么时候需要治疗它 破裂了 你肯定要治疗 因为要危及生命了 在有症状的 或者是还有肚子痛 腰背痛 或者是快速扩张的动脉瘤 那么也是需要治疗 在没有症状的动脉瘤 一般我们是 就是说经过研究之后 就是它的直径要大于5.5公分 需要治疗 因为有一个研究呢 就是显示呢 就是说小的这个动脉瘤 做手术啊 那么它手术干预的 这个收益不大 就是说做了手术 它的并发症的发生 跟它受益的程度相比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我们多主张 直径大于5.5公分的 腹肚动脉瘤 需要做手术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治疗方法 那么治疗方法 有传统的开放手术 还有一个就是说 血管的腔内修复 也就是现在的微创了 这是腹肚动脉瘤的 这个传统的开放手术 当然说这个传统 也只是开展了五六十年 那么在 人类发现这个动脉瘤 已经很长时候了 几百年了 但是以前不知道 怎么处理它 在一开始 最早开始处理动脉瘤的时候 在十六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给它结诈 结诈之后 那么圆端就会缺血 病人往往就是死亡 那么后来呢 就是 有就是一种办法呢 就是把瘤打开之后 里面修整 修整之后再给它缝起来 这是一种办法 但是 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 直到这个 1954年 一个法国医生 Dr. Dobberst 他呢 就 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他用一个同种议题 就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腹肚动脉 弯了这样的方式 手术方式 然后做了这个移植 那么这个病人 从活了 那么从那之后呢 就是说 这种手术方式 是腹肚动脉的 传统的手术方式的 模型 但是呢 我们 因为如果同种一体的话 那哪有那么多 腹肚动脉呀 那么就在 很好的是 我们在 上个世纪 50年代之后呢 就发明了 人工血管 那么用人工血管 来替换它 人工血管 现在就是经过 50-50年的 这个验证是非常 就是duability 就是它的这个 持续性 就是说非常好 而且也非常耐用 我们现在用的 人工血管呢 一般是一个是 PTFE的 还有一个是 DLEN的 那么 它的 最主要的方式呢 简单的说 我们就要 打开腹腔之后 把它游离出来 近端游离出来 远端游离出来 游离出来 上前之后呢 阻断 然后把它抛开 抛开之后呢 把这些里面的血栓呢 这些 胆固醇呢 等等这些东西 拿走之后呢 我们就拿一个 人工血管 然后近端呢 和这个 这里做吻合 远端和这 远端的这个 正常的腹肋动脉 做吻合 吻合之后 然后再开放它 然后再被流鼻呢 把它包起来 那这是一个 传统的这个 手术方式 这是切口 然后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胖的冰人 然后要把这个肠子 全都放在肠袋里面 挪到右边 因为我们知道 腹肋动脉是一个 是腐膜内的器官 还是个腐膜后的器官 你们学了人解了 对吧 它这个腐膜后的 我们要打开之后 长腐膜后面 把腐膜后打开之后 才能把腐肋动脉 暴露出来 所以呢 就存在它破裂的时候 那么它如果 钱币破裂了 就破裂到 腹腔内的 那么腹腔内 它是有很大的空间 那这时候 它就很容易 抽血很多 然后导致快速的 出血性休克死亡 那么还有一种破裂 是往腐膜后破裂 往腐膜后破裂 那么有个层腐膜 压住它之后呢 它就出血的速度呢 就比你在游离 腐腔里面破裂的话 它的速度会快 还是慢 要慢 那那种情况呢 它这个血压就 就比较缓慢的下降 那么这时候 有个治疗的时间 让你及时的 做各种 做治疗 有腐膜后破裂的病人 它的生存率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一旦破裂到 游离腐腔里面 那么这个生存率 就很小了 那么 你可能 你们觉得 这个传统手术 确实是非常大 这口非常大 那么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 那么现在 从21世纪 那么这个外科呢 进入了微创外科 那我们血管外科 有没有微创呢 我们也有 我们叫做腔内的血管 这个动脉瘤的 这个修复 要医网 那么它 适应症呢 主要是一些 高位的患者 比如这个高 死亡率和病发症的 比如说心脏 有心梗 然后有肺病 这时候 首选 这个腔内修复 或者是腹部多次手术 在解剖的时候 非常困难 那么我们 腔内治疗呢 是需要很多器械的 我们要一个CB 然后呢 在手 就有个复合手术室 又能够切开 然后又能做 那个腔内 那么 这个一个公司的 这个卡通 我们切开双策 签开股东脉之后 然后从那里面 进导丝 进导丝之后 把这个主体 放在这里面之后呢 把这个主体释放 大家注意啊 这对策是个短腿的 打开在流腔之内呢 然后再从这边 穿自己个导丝 像穿针一线一线 穿到这里头 穿在里面 然后再接延长 一个指甲 那么这个呢 这边呢 然后打开之后呢 再延长 放一个这个带膜指甲 那么这个墨地 大家不知道 看清楚了没啊 你看这个是 一个 这上面的 这些呢 是金属 那么这些 白色呢 是 PTFE 或者是迪伦的 这种血管材料的 那么这个是 密封的啊 那么这个放在这之后呢 血流从哪儿过了 现在这血流 从这里面过了 从这里面过了之后呢 那么这个动脉流呢 就被怎么样了呀 这其他的流就被隔绝了 那么隔绝了之后呢 它就不会这个 它就 那么它就 这种破裂 这种流 对流逼的压力就会减少 那么它就 不会破裂了 这么这只理论上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就是说 也有很多 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这个和 它有一个 就是说 一个是内漏的问题 就是说 有一型内漏 二型内漏 三型内漏 一内漏的话 那么这个流体 就是会逐渐增加 逐渐增大 那么最后就导致破裂 那就等于 你这个指甲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么还有一位 它可能会 近端毛病不好 会慢慢往下掉 还有就是说 这个里面血栓形成啊 的很多 也有存在的 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各有适应症 那么我们在 比较开放手术 和这个 伊万手术呢 我们在开放手术 已经做了 五六十年了 那么 它的这个 持续性是非常好的 那么伊万呢 是九一年 才开始做 那么至少 到现在才二十多年啊 那么 伊万 开放呢 是要开个 就是从 剑头下 一直到持骨下 一个日到持骨联合 那么需要有这个 迪伦 或者PTFE的移植物 那伊万呢 是创伤比较小 就经过双测 骨动脉 切开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 就是说这个 伊万呢 它的手术时间 是可以缩短 而且它的住院时间 也缩短 输血量明显减少 那么 但是这个 开放手术呢 它虽然结果可靠 但是它的 对病的创伤 毕竟是很大的 在有心脏病 或者肺病的患者里面 很难 把这个手术 给坚持下来做完 因为可能 在手术当中 可能 术后会 又发心梗啊 等等 肺病啊 拔不了管啊 等等 这些病发症的发生 那么目前看呢 就是说 在开放手术啊 因为它这个 它的持续性 是非常好的 所以年轻的患者 多数啊 都开放 那么在老年的 高危的啊 多数选择这个 微创 但是这个微创 不是说 所有的腐肢动脉 瘤都能用啊 它也有一定的 这个要求 然后它那个流颈啊 肾动脉下面 一定要足够的流颈 足度长度的 不能太扭曲 太扭曲也会造成内漏 还有卡动脉也不能太预曲了 卡动脉的直径 又不能太小了 这些都是这个 一些限制 它应用的一些因素 当然还有就是说 我们还在做 就是说临床研究 在比较它之间的这个 两个之间的效果 那么希望我们在这个 腐肢动脉瘤呢 那我们就是说 要记得就是说 它的危险因素 包括哪些 破裂腐肢动脉瘤 表现 腐肢动脉瘤的 这个治疗原则 希望大家要掌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花一些时间呢 就是讲一下 这个缺血性的 这个 避塞性的 这个 动脉疾病 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 这个解剖 这要什么 这个叫什么动脉啊 我们看到这个是 这是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腹钢弹 这是卡基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动脉啊 卡动脉 这个是什么动脉啊 这个是什么动脉啊 这个是什么动脉 这个是什么动脉 我们从上面说来 腹路动脉 刚才到了分叉 分叉成为什么动脉啊 卡总动脉 对吧 左右卡总动脉 左右卡动脉 再往下面延伸呢 这两个又分叉了 叫什么 卡内动脉 卡外动脉 卡内动脉 是供用膨腔的 那么这个卡外动脉 再往下面延伸成什么呢 股动脉 叫股肿动脉 那在什么地方 叫股肿动脉了 泡个腹 勾韧带 叫股肿动脉 然后这股肿动脉 这个很短 大概两三公分 马上又分叉了 叫什么 这个股身动脉 供应大腿的股肿动脉 然后这个呢 股浅动脉 股浅动脉 下面是什么 到下面延伸 到下面什么 活动脉了 对吧 从哪儿就开始 叫活动脉呢 我们知道股肿动脉 在大腿 是经过一个收集管 收集管出来之后 裂孔出来之后呢 叫做活动脉 活动脉到哪儿 又分叉了呢 国肌的下缘 国肿上就分成什么动脉了 比如这是一个腿 这是前面 这是后面 我们是从后面看的 这条是什么 颈前动脉 它是靠外侧的 比如说你从后面 前后位看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颈前动脉 颈前动脉 到下面延伸 到足部延伸 从哪条动脉 足背动脉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颈肥干 颈肥干又发出两个 一个这个是什么 颈后动脉 颈后动脉 经过这个内怀 之后呢 下面到什么 足底动脉 然后它们两个中间呢 还有一条非动脉 非动脉一般到下面 怀部呢 就变成了两个分支 然后分别会于足底 和足背动脉 所以我们要 首先要知道它的解剖 然后才知道 它为什么会有这种 缺血的改变 那么这个缺血 比狭载性的病变呢 它有很多病因引起来 动脉中药因化 现在是最常见的 糖尿病 可以加速动脉中药因化 还有一些年轻的 比如说也血栓 必色性脉管炎 还有多发性的大动脉炎 那么这个很重要 这个经常考试用 而且我觉得 对你们临床 也比较好 那个 我们把缺血 分成四个分期 那么我们叫做 这个方腿分期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分期 我们这个要记得 这个方腿分析 那么第一期 就是说是 没有明免的临床症状 那么ABI指数 ABI指数 叫做 A是什么 Ankle Brickyle 怀宫 Index 怀宫指数 它怎么测的 它是怀动脉和宫动脉 收缩压的比值 叫做怀宫指数 那么正常人的话 应该是多少 有没有人告诉我 正常人应该多少 正常人的这个血压 收缩压 下肢的收缩压 和上肢收缩压 相比怎么样 我们生理也没讲过 基本上是相似 或者是甚至下肢的血压 会要高一些的 那么这个指数相比 应该怎么样 大于等于1 大于小于0.9的话 说明它的什么 收缩压是减少的 收缩压 为什么能够降低 就狭窄的时候 造成了素缩压的降低 那么就提示 有缺血性的病变 在第二期的话 就出现这个间歇性的波形 什么叫间歇性的波形 我走了500米 然后突然觉得 就觉得这个小腿肚 像抽筋一样的疼痛 然后我很难受 我停下来之后 休息了一段时候 大于一两分钟 好了 我又往前面走 走了之后 大概五六百米 又觉得不行了 又要停 又要休息一下 然后又恢复了 这就叫做间歇性的波形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走路之后 然后它因为有狭窄 所以它的血氧供应不够了 那么会造成肌肉疼痛 迫使它不得不休息 这叫做间歇性的波形 那么它每次 就是说它疼痛的 就是说它行走的时候 这个距离 我们叫做波形距离 这个波形距离 对你判断它的程度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波形距离 越近说明什么问题 越严重 那么第三期呢 就出现静息痛 就是夜间的静息痛 就晚上睡觉 哎呀痛的 不能睡觉 要静息痛 那么最后一期 就是说到三期四期呢 就是严重的这个病缺血了 就出现坏剧了 那么这时候烂了 亏烂了 那就是第四期 最严重的一期了 那么怎么来判断 就怎么来判断 怎么做上什么样的检查 ABI指数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ABI指数是一个 我们有一个台湾 出生在广州 然后在长大 他生长在香港 然后去了台湾 读了医学院 又去了美国 芝加哥 然后做住院医师 培训 然后一直做主治 做教授 那么在他在读PhD的时候呢 他和一个公司 联合推出了这个ABI指数 所以他目前是被认为 是美国的这个血管外科 实验室之父 就是Dr. James Hau 他现在在芝加哥的纪念医院 Chicago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North Western University的一个医院 以前的这个血管外科的主任 他发明了ABI指数 所以这个是一个 华裔的美国人发明的 所以大家希望从这个方面 也要记住这个 到时候你们实习的时候 我提问你们的时候 不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 然后财色血管多普勒 是最经济的 但是它比较粗略 那么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之前要做一些评估 我们做一个CT动脉造影 或者是合作公证 多说动脉造影的时候 就进行了治疗 当然也有一些诊断性的 动脉造影的治疗 那么当然我们除了这个病因 除了动脉重要因话 还有就是说血栓 第三性脉管炎 那么从它的这两个 之间的鉴别诊断 我们也可以掌握 这个下肢缺血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这个动脉质量因话 那么多说年纪比较大的 Burgers病呢 比较年轻的 那么血栓性前经脉炎呢 就是在Burgers病比较常见 那么高血压 冠性病 高脂质血症 糖尿病啊 这些多说 鉴于动脉质量因话 摸的是大中动脉 而Burgers病呢 多说累积到中小 末少的这个动脉病变 那么其他部位病变呢 就是说在动脉质量因话 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在Burgers病呢 就是基本上是集中在下肢 那么收敌动脉概化呢 动脉质量因话 往往有概化 那么Burgers病往往没有 那么动脉造影看起来呢 如果就是说 在动脉质量因话呢 是一个阶段性的扩张 阶段性的必塞扩张 那么扭曲 然后这个Burgers病呢 往往是 它是成一个纤维条索样的 那种病变 所以它是一个 就是看起来 没有说明显的概化 没有说明显的区区 或者是这个 那个阶段性的扩张 那么一般不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年轻的患者里面 要知道就是说 是这种因素来的 因为他们两个的治疗呢 也存在着这个 一些区别 那么在治疗方面呢 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进行 非手指的治疗 就是说生活的状况 是非常重要的 要告诉他要戒烟 病人要戒烟 要降之血脂 现在我们有很好的药 利普妥呀 这些药能够降低血脂 然后降低血压 控制好血糖 那么还有抗血压板凝聚治疗 那么还有扩张血管的治疗 一些用一些药物 那么手术治疗呢 就是包括有筋疲 腔内血管成型术 内膜波脱术 旁路术和节肢 那么这是一个血管 PTA的这个治疗方式 那么就是也是穿刺之后呢 经过导管导丝 放在病变的地方 进行球囊扩张 或者是放一个支架 然后把这个 狭窄的低端给打开 那么内膜波脱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 这些动脉班 周圆板块呢 把它给拿走 叫做内膜波脱 那么还有就是旁路 哎呀这堵得太厉害了 我们不走这条路了 我们走个小路 我们走另外一条路 从大条桥 这叫做旁路 治疗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病呢 就是说是这个 我们想最后提一下的 就是一个急性缺血 比如说动脉的这个树脉 或者是动脉血栓形成 那么同学们告诉我 动脉树脉和动脉血栓形成 树脉和血栓形成 一个英文叫 embolism 一个swalimbosis 这两个有什么 这两个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栓塞 对 其他地方啊 有一些东西掉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叫栓子 可以使血块 羊水等等这些 脱落 然后随着血流 走了远方 末端 然后造成了这个 远端的这个血共的这个障碍 叫做栓塞 那么血栓形成呢 就局部形成血栓了嘛 形成血块了 这叫做血栓形成 大家知道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那么急性的下肢 缺血往往是由栓子 栓子脱落 当然也有在动脉中央阴化 斑块上 突然形成血栓的 那么这栓子来源 有多少是心圆性的 当然也有血管圆性的 血管上面 就是我们说腹肚脉脉 它上面有个栓子脱落 那么还有一些医院性的 那么要记住啊 大家记住这个 急性缺血的这个 五个P症状 疼痛 无脉 苍白 麻痹 麻木 麻痹 这五个P 这也是经常考试的 当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也要记得 可能会有急性的这个缺血 那么怎么治疗 就是说我们多数 就是说是在栓子脱落的情况下 多数采用取栓的方法 这个医生叫 Thomas Fogarty 他在70年代发明了 Fogarty的这个导管 就是我们把这个导管 就是说这个里面一打水 这边就扩张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栓子的这个 放在这个栓子的这个部位 远端之后 把它打仗之后往外拖 那么就把这些栓子拖出来 就要拖取栓 那么当然配合的也要 配合的要有抗瘾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就下肢缺血 我们要牢记这个 下肢缺血的这些临床分析 然后这个急性下肢缺血的 临床表现和治疗 大家也一定要掌握的 其他的内容 大家可以就是说 具体再了解一下 我们下肢缺血的